台美經濟對話,然後蔡文總統說昨天晚上是一個關鍵 我是覺得只要有任何進展都是好事 但是我要提醒蔡政府不要做大美全 事實上台美之間的經濟談判已經非常久了 那要談FTA看起來以現在美國的戰略目標我們的機會很低 然後只是一個MOU,而且真正美國將來主導的是貿易談判署 貿易談判署的態度跟國務院完全不同 所以我們自己一定要非常的慎重 做大內宣沒有辦法達到真正的貿易目的,只能達到真實效果 事實上台灣在走這樣子的一個非常素實、非常網紅、非常民粹的一個方式 而對台灣真正的經濟利益、貿易利益是很大的傷害 我們舉最簡單一個例子,你搞新南向已經做了四年多了 我們新南向整個貿易比例、順差比例都一直在下降 打到了目的了沒有,每年還編70億元 那一樣的你今天跟美國,那你主要是貿易談判署 貿易談判署現在不論現在的主導人或未來的主導人 他會願意跟我們簽FTA嗎?那同樣的我們CPTPP我們加入得了嗎? 要希望這些都要具體的作為 你跟那個賴副總統最近都有很多校園的演講 然後大家都在傳說會不會有可能要是2020的對手 我本來就是台大的教授,我每個禮拜在學校都有課 而且常常在各個學校演講 這是我的本來的工作 我也希望我們多接觸年輕的朋友 讓大家能夠多跟我們接觸 不要被意識形態,不要被民進黨的大內宣所綁架 謝謝大家